OK 過去了 沒問題 第二個 第三個他就攔下來了 就就卡在那邊 就說 直接就說 你們就指後面還沒有過的那些 就說你們是一起的嗎 然後我們就說對 然後他就說那剛剛走過去 那兩個也是一起的嗎 我們就說對 好 他就說OK 好 你們全部人來 護照全部一起全部交給我 我們本來以為說 他們要想說我們是一團 所以要幫我們快速啊 團進團出這樣 對 我們以為這樣 我們就很開心說 看來看來看來 把那個護照收收這樣 然後就全部收給他 連過的那兩個 都再拿回來給他一起 他把我們帶到旁邊 就開始問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是真的是去員工旅遊的 所以他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能夠回答 所以他沒有理由可以留下我們 刁難我們 就讓我們走 後來才知道是這個原因 你是在之前那間公司嗎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 他們出這個事情 同一個公司嘛 怎麼樣 然後之後我們也是有一團 要出去 我們要去澳門表演 我們要去澳門 然後也是經紀人帶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記取那次教訓 然後他們就說 你們等一下下去要過海關的時候 請分各個通道走 不要大家一起 不是 是哪一國的海關 覺得會有人是集體 二三十個一起去賣呢 賺很大 一下墨爾本 一下另外一個城市 他如果要賣是偷偷的 他怎麼可能一次這麼大團呢 也對啦 進口 進口 不懂啊 他們可能就想說 我們可能是亞洲女生 然後可能又我不知道 反正那一次的經驗就還蠻印象深刻的 OK 那伊凡 在俄羅斯也碰過困難 你不是俄羅斯人嗎 對 還是會 你不能溝通嗎 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當天我帶我台灣女朋友俄羅斯 我們兩個一起去俄羅斯 海關看到他的照片 在照片的時候他沒有化妝 可是 照片裡面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 可是線上的時候他要化妝 本人 對 所以他看一下 這樣子 認不出來 感覺好像不是他的護照 他說 小姐不好意思你等一下 然後來檢查他的護照是不是家的 我要出去 然後我在出去 要過台灣的海關的時候 因為我的護照是其實還蠻久之前的照片 然後那時候照片裡面沒有什麼妝 然後那個我不誇張 台灣那個海關 一個女生 她這樣看我的護照 她也會永遠記得你的樣子 沒有 她看我護照都... 她就這樣 然後我想說有差那麼多嗎 她就說是你嗎 然後我說 那她有問你是幾T的嗎 沒有 然後... 沒有 然後結果 我那時候因為她看很久 然後就用那種疑惑的臉 我覺得很沒有禮貌 然後我那時候臉已經臭了 她就說是你嗎 我就說不然呢 然後... 妳跟海關講不然呢 不然呢 我拿誰的護照 然後... 但是我覺得好險是因為 她旁邊另外一個女的海關 她可能平常有在看節目 你知道嗎 她就有認出來 她就... 然後那個女的還像 欸 是她耶 她說是她耶 然後那個海關說真的是她啦 真的是她 因為她就知道我是誰這樣 結果她放我過的時候 她講一句什麼話 你知道嗎 她說 她說 有說事實 我有看過你鞋床差很多嗎 鞋床更漂亮好嗎 我覺得很沒有禮貌 但是台灣 你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不是那個海關的問題 說實話 因為在台灣他們很會修照片耶 真的嗎 你所有的痘痘 什麼都會變成完全不一樣 對 你們不要修那麼多 你看我護照就是 就是這樣子 很像啊 現場有幾個人 是有被帶去過小房間的 請舉手 我就剛剛那一次 還滿多個的耶 來 我們從 杜麗 你為什麼被帶到小房間 美國就是海關就是 有一個東西就是 不能超過幾千塊 你就是要寫清楚 你要打金額 要申報金額 對 然後剛好我就是 因為我每次回去美國 我會帶一些現金回去 因為我覺得那個 在那個銀行賺錢 可能要虧一些錢或是幹嘛的 所以每一次回去 我會先把它變成那個 旅行支票 然後那時候 我想說我已經騙了那麼多次 完全沒有問題 想說我這一次我就是寫40好嗎 然後他說超過一萬塊 你一定要寫多少 然後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想說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過海關的時候 他就開始看好啊 就是護照OK 讓我過 然後到了那個Customs Customs 美國是分開的 客戶之後 他說 看一下 你來多少 我說我不是已經寫下來 他說好啊 然後我以為他要讓我過 他說你去拍B隊 我說 幹嘛要派對 我沒有這樣 然後就拿著我的東西 而且美國帶了很多行李 因為每次要回去 就是帶很多東西 帶了一堆行李去那邊 他說你先進去這個房間 坐一下 想說我到底怎樣啊 這個白人有那麼賤耶 然後就坐下來 他說你帶了多少錢 他說我已經寫下來 他說把錢找出來 就開始算 我又沒有騙他 你帶那麼多錢來幹嘛 你是不是在洗錢 你是不是有問題 我想說沒有沒有 我就是在外面工作 然後就是回家 就是帶一些錢送給我媽媽 我是乖小孩 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你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 也太誇張了 為了一些錢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美國洛杉磯的那個機場 如果你要到另外一個行的話 你可能要走很久 很久很久 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被灌在那個小房間 差不多半小時的時間 我差一點坐不到我下一個飛機 就是要住洛杉磯 很誇張 為什麼 Sam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黑人 你看 白人 我好開心的見到你 因為我們之前碰到很多白人 他們都是騙人的 我 真的 我在想 如果要進去美國 看不只黑人有問題 中東人也會有問題 當然會有問題 你們還答我們都會有問題 也會有問題 因為我都會以為他們是 墨西哥要走 所以請問什麼樣的人 要進美國沒有問題 美國白人 我去美國沒有問題 發表沒有問題 我去過紐約 這三年以前 然後我很緊張 我知道 跟妳一樣 我說 我要回答好的答案 可是 這麼多沒有問題 然後他是白人 白人 你這麼帥怎麼會有問題的 所以阿里 你是碰到什麼問題 我的現在是很可怕 因為那個時候 在越旦有爆炸 然後剛好是伊拉克人爆炸的 那我很水 那個時候要去越旦 然後剛好那個人爆炸 他的名字跟我很像 跟我屁事 阿拉伯名字都很像 跟我屁事 他就說阿里 穆哈姆 阿里 穆哈姆 阿里 穆哈姆 對 真的 真的 都是阿里 穆哈姆 阿里 穆哈姆 阿里 穆哈姆 跟我屁事 然後他說 請問你叫他什麼名字 我說 阿里 穆哈姆 他說 就是你啦 就是你啊 他說 哇靠 是不是你姐姐 上個禮拜爆炸 他也叫什麼穆哈姆 他說我的名字跟他很像 那我被關起來 六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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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飛機 全部都走了 我想說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 名字一樣覺得我是 他是我的姐姐 他說 你的名字就很像 阿里 穆哈姆 他叫什麼 什麼 Layla 穆哈姆 你的名字跟我一樣 我說 那你的名字叫什麼 他也叫穆哈姆 這什麼那海關 他名字跟我的名字 本來就很像 還這樣子管我 現在我們去美國不用簽證 可以免簽 以前都還要簽證 所以要自己去AIT 排隊辦那個簽證 那個時候 我就記得以前要辦簽證的時候 人家就會常常提醒我們說 你們是 如果是男生他們就不會這樣 你們如果是女生 又是年輕人的話 妹妹去不要什麼化妝啊 不要太濃妝厭抹 感覺人家要去幹嘛 講到辦簽證 對 我以前在Hara Cafe上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們裡面所有的人 最大的希望跟願望 就是去美國遊學 然後我有個朋友 他同事去辦 第一次去 因為他從小就當女生的寶寶 是當外國人的寶寶寶 所以他英文非常好 他去就是跟那個AIT的人 對答如流 然後那個人就問他說 你要去美國幹嘛 然後我同事就說 我要去學英文 然後那個海關就說 然後隔了半年之後 要再去辦 這一次他學乖了 他就故意講了 很破很破的英文 然後那個海關就問他說 那請問你要去美國幹嘛 他說我要去學英文 然後那個海關說 你英文講得這麼爛 就不用去了 又再次幹什麼 好啦 第三次 他來不及問說 他要去幹嘛 那個AIT的人 只要看到這兩個 一個 兩次否決 他說 你前面兩次都被否決 但那這一次不可能會過 又再次幹了 對 所以他這輩子沒有去過美國 對 真的以前 你只要被否定過 後面就很難再過 好 那就換到我了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去辦簽證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是演員 然後以前有演員證 所以我只要拿演員證 就是五年 然後在第... 怎麼樣 你是我們這攝影棚裡面 唯一有領演員證的人耶 因為以前拍電影 一定要有演員證才可以掛名 天啊 你問他們四個有沒有領過 怎麼樣 我年紀最大怎麼樣 演員證然後呢 就五年嘛 然後第二次 怎樣 我想說 演員證應該不是只有 我爸爸有吧 反正第二次 我就拿我的報章雜誌去 又是五年 然後第三次 就我結了婚了 所以我就拿著 我結婚的報道 然後去 就想要說 就是在一樣五年 但是剛好我拿的那張照片 是我跟李懿 跟蔡依林的合照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喔 就蓋了五年之後 然後就指著報紙 然後指著蔡依林說 真的喔 他們也有在關心 我們台灣的歌星 認不出來 是 但他就是以為我是蔡依林 蔡依林 是